总统大选前一天外资在做什么 先来看到今天指数下跌了32点 外资在现货买了27.3亿元 但是期货的空单 今天节目一开始告诉您 今天攀升到了26000多口 要不要担心 坤人说先不用 因为空单之高不下 并不代表对于行情是看空的 而是要观察下个礼拜 如果现货也转卖而且大卖 那可能才是外资翻空比较大的警讯 所以下礼拜很重要了 那除了现在在避险之外 外资在买什么 明翰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来看到外资今天 其实大选的前一天 外资今天卡位了伪创AIPC 扬名广达一拳长荣 还有七鸿汉翔英业达长荣行 我就问一个概念 今天航运股包括了货柜三雄 扬名外资买长荣行外资买来下一张 万海在今天外资也买 三档航海王外资都买 为什么这条船到底会开到哪里去 好我们这样先回到 刚刚看到他的自考 其实刚才提到 他其实两大族群 一个航海王一个是AI 这两个这尤其是我觉得有共同概念 简单来讲经常都有点强短 应该这样讲 我包含刚昆仁姐的这个期货 我个人对外资的看法就是 他现在他根本看不懂 他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应该说他 你说外资看不懂 对外资他现在不知道做多做空 十一二月他买了大量的多单 对对不对 来到这里他本来是 圣诞节要放假 所以呢他怕跌 所以他就布了空单 想出去放下去 结果我们行情就一直涨 结果不是 结果没想到一月回来 刚好修正 他就不他想 说算你就不补了 所以呢他现在来讲 美股也在震荡 所以严格来讲 他不知道做多做空 所以他就先卡在那边 多空夹住之后 他短线来觉得哪里强 他就追哪里 所以这可能是短线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广达尾创也是整理很久 现在刚转强 他觉得安全 我先来赚个价差 一样的问题 就是前几天 航海王全部都修正了 那今天呢 我们看他重点就是看到 运价的一个部分 有比较明显的上扬 我们就看到这个 上海集装箱指数 今天最新的 对有往上走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目前来讲 因为重点在 目前在上海的部分 有这个运价期货 其实现在这个 这个所谓运价指数 大家参考度明显降低 今天早上的运价期货 大涨19% 差一点涨停 对可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看一下他这个日走势 其实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并不算强 之前只要有利多空 都是涨跌停 都是直接20%锁住 无论往上往下 你可以看到今天是后来才往上拉到尾盘 很接近涨停 但是没有办法那么强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应该这样讲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目前我要提醒投资人 航海王的个股来讲 几乎无法分析 因为你前几天突然又有利空 就是直接锁跌停 那有利多他就是涨停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没办法预期 明天到底出利多还利空 你只能跟着这个现行下去做 长荣这个缺口今天补一半 强不强 今天来讲其实算强 你今天这样讯息进来 他马上就有一个去回补缺口的一个态势 我觉得非常强劲 而且今天有量 而且重点是外资转多 看起来架构 大家是不是这样就要进场 我要告诉大家 我还是群人比较中性 我建议大家真的短线 甚至我个人来讲 是不太建议大家当冲个股 可是像这种个股 我就觉得适合当冲 因为你照一讲 今日是今日比 今天多单 你如果不回补 你真的确定明天不会突然又和谈 又发现说马斯基又说我不怕 我要过了 所以每天的变化真的没办法抓 所以我只能说确定这段时间 因为政治因素 通常有个现象 就是来的快去的快 你没办法预期明天的变化 但是有个好处 就是他波动一定大 所以这种个股就比较适合当日冲 就直接日冲掉 所以建议大家 这种个股如果你今天多单之前买的比较低的 你可能可以抱着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在这里看到外资买多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运价上扬 才跟着要开始买长线多单 我建议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避开 了解了 好 谢谢明亥老师请先回座了 外资虽然在买 但是明亥老师告诉大家 如果你看着外资想要进来凑热闹的话 恐怕咖啥要很快 最好短道以当冲为主 当冲或者是隔日冲都可以咖啥要很快 今天我给你做参考了 昨天公布美国最新的CPI 结果是3.4% 比市场预期的3.2%还要好一点点 也因此本来预期今年三月会提早降息 是不是浇了一份冷水呢 冲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到底三月会不会降息 不降的话市场会怎么变化 我先讲结论 华尔街认为没有影响 虽然这个通膨比预期的还要强劲 但是对于联准会3月的动作没有影响 你看那个Fail Watch 它那个比例还是60几% 我们来看到Fail Watch 本来市场预期3月份降息的比例 就是高达68%左右 现在最新的是66.3% 差不多 对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刚开始公布的时候 哇一路击杀 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呢 又又开始往上走 所以代表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预期乐观 就是说你12月 这个通膨反弹没关系啦 明年1月就往下 2024年的1月份可能就降了 那我先这样讲 就是说什么叫做金法女孩经济 对什么叫金法女孩经济 这个是我那个 我女儿小时候我读那个绘本 跟她讲的故事 就一个女孩金法女孩不小心走到森林里面 然后她肚子好饿 然后看到一个小屋 然后在小屋里面她发现发现桌上有三碗粥 一碗粥特别烫一碗粥特别凉 然后一碗粥刚刚好 她就喝的吃了那个粥 对 然后又有三张椅子 她吃完呢 她想要坐下来休息 有一张比较大 有一张比较小 有一张刚刚好 她就做那个比较刚刚好的 然后又累了想睡觉 然后有三张床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刚刚好 她都是睡那个刚刚好的 然后那个刚刚好的 就是三只熊 熊爸爸熊妈妈 小熊的那一个床 这个是她的典故 我以前念念故事 给我女儿听的时候是这样 那重点就是我一直讲刚刚好 所以金发女孩经济就是讲刚刚好的意思 她就是这个概念刚刚好 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 经济呢不要什么GDP成长5%也不用 也不要到负成长 所以金发女孩讲到讲的就是刚刚好 对就是其实就这三个字刚刚好 那现在到底有没有刚刚好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其实以财政部长叶伦的角度来看 有哦 而且她的解释软着陆 她的软着陆其实跟我们经济上讲的软着陆 不一样 我们讲的软 譬如说我们讲飞机 飞机 话得比较丑 飞机要着陆这样就要硬着陆嘛 对 就完蛋了 对啊 软着陆就是我们一般飞机滑行 很smooth的降落 对不对 那叶伦讲的说我们美国的经济正走下软着陆 其实她的软着陆我觉得她的用词是 就是经济成长率大概1% 或1.5%这样子 其实还是要成长啦 别着陆是讲说往下掉嘛 其实我觉得她的讲法应该就是说 我们的经济是温和的 温和的 然后呢这个通膨数据也在降 然后薪资还成长 这个就她讲的刚刚好 所以以她描绘的愿景就是金法女孩经济 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讲 现在进入到选举年 这个毕竟来讲她也是执政官员嘛 所以都要美化 美化那个经济的成果 对吧 所以她的描绘的愿景是这样 因为金法女孩经济 是对美国老百姓最幸福的感觉 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你看我薪水又很好 然后东西也不会太贵 东西也不会太贵 然后呢我存款利率也不要太低 我假如有存款 然后薪水又够用 对对对 但你不觉得这个很多东西都矛盾 你现在去美国 你会觉得物价很低 所以这个就我慢慢听我讲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再讲华尔街的预期 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各位破题 就说为什么股市 这个经济数据公布 好啊应该对股市不好 结果呢怎么不好一个小时而已 后来就拉起来 因为大家认为说 美国现在不是只是降息而已 以前我说他们预估是降6码 降6码对不对 现在这个降6码不够看 还要加QT缩减 现在呢联准会每一个月缩减QT是950亿 950亿 然后呢从这个缩减QT到现在 大概呢整个资产负代表减了一兆多 减了一兆多一点点 那他现在就是说 那个华尔街的预期就是说 不但要降息 而且呢你应该也要把QT缩减 譬如说本来是一个月950亿 你看可不可以减半 甚至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可能就完全停止了 现在是大家认为要6月份就要结束缩表 你看3月份就要降息 所以我们3月份呢也顺便的缩减一半的QT 然后呢到了6月份呢就整个把 这个就是QT缩表就是QT 整个把它结束 这个是华尔街的预期 好 大家都是这么乐观的预期 那我之前曾经跟各位讲过 股市最大的风险在于通膨反复 对 你说有啊 反复了啊 就真的啊 因为市场预期3.2 结果3.4 核心呢也蛮高的啊 核心虽然比预期更符合预期啊 但是呢感觉上还是蛮高的啊 那这就是通膨反复啊 结果股市也没有什么跌啊 第一个我对于美国的重要经济数据公布之后的结果 我的感觉我的印象 因为他每个月都公布重要经济数据 而且还不只公布一个公布两看 CBI很重要 零售销售也很重要 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但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今天不反应 并不等于明天不反应 所以呢可能现在 就是现在下午盘了嘛 可能可能就慢慢又会反应 因为有的时候是数据是需要被消化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譬如说公布一个3.4的时候 哇大家想说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联储会不降不降息了 所以呢股市大跌 大跌以后呢大家觉得这个有利可图 因为跌太多了又又拉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在当天因为你反应很大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都是情绪 可是呢真正数据公布研究机构研究 然后他要反应可能要一天 也就是说如果昨天拉下影线 今天美股又能够收红 那代表这真的是如华尔街的预期 没有什么啦 这个怕什么 但是呢如果今天补跌 那就不太好了 那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 因为他就很有可能是一连串的预期 负面的预期 我都对股市而言负面预期的开始 好那到下一张 那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拜登 你是整个拜登政府 你现在想要拉民众的支持 一定吧他要选举 对不对 到底是我要如果股市跟物价 我两个选一个 股市涨跟物价低嘛 这个都会有选票对不对 如果你是拜登政府 你会选哪一个 你会选一还是选二 票比较多票比较多 物价低 对物价低 每个人都有赶 这就是重点 对 因为股票老实说那是有钱人的游戏 比方说有钱啦 中产阶级以上你才有钱买股票 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国贫富差距非常大 中下阶层的人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那一人一票啊 那中下阶层我怎么顾到他呢 第一个 美国人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对对吧 他都入 进来就花掉了进来就付账单就干嘛了 他很少人有股票啦 那再来就是说你要怎么让他感觉 你这个拜登政府执政很不错 第一个你物价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美国人买东西 当然你可以选东选西 我这个可以不要买 这个不要不要买 但是加油很有感 加油是一定要加的 因为美国非常大 那个公共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大家都开车 所以开车呢 我去加油一加轮 因为算加轮 一加轮多少美元就很有感 像之前贵到一加轮 可能五美元六美元 那就真的是大家都怨怨怨怨怨道 现在的降到三点多 所以这个又要扯到红海 美军为什么要去轰那个胡塞组织 为什么 因为如果让你搞乱 甚至伊朗又加进来 油价飙高 油价飙高 那我这些不用选的 你知道吗 这个现在的现在的油 已经有这个轻掉 油现在稍微这两天 已经有上来 已经大概到七十三美元了 之前最低到六十几 打通膨打得那么辛苦 怎么可以让油价再上来 所以我我该讲的 那么多的重点就在于 其实油价可能比什么CPI 可能比股市还要重要 因为油价就反映到老百姓加油的那个钱 所以如果我是拜登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油价再低 你看拜登他们是民主党 其实民主党一贯以来 他们是主张绿色经济的 他们是很反对开开发夜盐油的 其实从拜登上来以后 夜盐油的那个几乎就封掉了 很多井都封掉了 可是偷偷摸摸这一年都开了 没办法 他一定要让油价不要太高 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最大 他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只是因为呢 他大部分都是夜盐油 那污染很严重 所以他他很多都把它封掉 可是最近都偷偷摸摸开了 所以美国的产油量很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油价大跌的原因 很多人说 因为中国经济不好或干嘛 那是原因之一 但最重要的是供给量大增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红海绝对不能让油市 所以他你看我派航空母舰 派什么战俘巡逸飞弹 去炸那几个无人机 难怪你说用棒球棒来打蚊子 你打蚊子你也不一定打得到 对吧 人家躲到碉堡或者无人机 其实就就就就 就是我跟你换都来的都都都划算 因为那个飞弹那么贵 但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做 因为对的对选举很重要 好所以回回到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布兰纳德要讲这件事情 讲布兰纳德他是谁 他曾经是联准会的副主席 一两年前他是联准会的副主席 副主席 他曾经要接替鲍尔当主席 那时候鲍尔不是这个面临到第二任 连任的时候他他不是那个时候 有稍微又政治服软一下了吗 有就就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呼声很高 是要换他换布兰纳 因为他是民主党 鲍尔是共和党的老实说民主党的总统 应该提名民主党的人选 所以布兰纳德很重要 可是后来呢就是因为跟鲍尔之间的关系 后来他就转到总统府去了 好他现在是白宫经济顾问 是白宫经济顾问讲的话 当然就是白宫的意思 他说抗通膨的工作尚未完成 所以是不是就跟我刚才讲的东西连起来 就对拜登来讲 其实抗通膨降物价比较重要 因为老百姓很有感的 你我们才偶尔去观光一下 你就觉得物价好贵 更不要讲每天生活在那边的人 他真的就会觉得物价很贵 所以抗通膨如果尚未完成的话 那其实就联准会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你做的动作不一定是符合 大家的期待 如果你要输成的话 你要输成对 所以这个也是看 好所以我在讲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 美国的讯息 经济面的讯息 以及联准会准备要做的动作 我老实说用四个字来形容 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就是你到底要往哪边走 你到底是要压通膨 还是你今天要刺激股市 还是你要让经济好 还是你要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各催各的调 就每个人都可以出来讲了一套 逻辑 像譬如说联准会官员 动不动就一下割一下阴 对 然后白工经济顾问就一下就跟你讲说 抗通膨上未完成 可是上一页财政部长才说 我们现在是软着陆 我们现在是金法经济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 因为根本就是矛盾的 你根本为什么各催各的调 就代表每个人的看法 都有一部分是对的 那其实你凑起来就发现 根本无法实现 就像刚才我在广告的时候 友中就讲 怎么会讲金法女孩 金法女孩理论上利率要低啊 现在利率哪里有低 就算降到四点多也不算低啊 更何况联准也还没降 那个是市场预期他要降 所以十年期公开职励就掉下来 但是联组官方利率是没有降的 所以你看 叶伦讲转着陆 然后他又讲失业率低薪资涨 这代表拜登执政很好嘛 让老百姓很舒服嘛 可是股市又强 股市为什么强呢 因为报我不升息了 反而要降息了 甚至要缩表 要停止缩表了 所以股市强 那股市强 然后你拜登接下来又要大傻币 这是接下来的啦 因为你也知道进入到选举就这样嘛 台湾都如此的 更何况美国 美国一定是大傻币啦 那这个强 这个又大傻币 回过头来通膨到底要怎么样讲 你又要降通膨要怎么讲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叫一个经济学家来看这些事情 通通这些要件通通要达成 我相信大家都头头抱着烧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些都叫做矛盾 他不可能全部达成 你就是我们常讲 与熊掌不可得奸 我比较我比较同意 一两年前报我所讲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要压物价 所以我们要让家庭与企业稍微痛苦一点 当时他讲的那些话 哇那真的是值地有深啊 因为他就觉得对 我们终于看到一个 这个成而有利的联组会主席 要来解决这些事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事情 感觉上他还是为政治服务 那为什么为政治服务 其实也可想而知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上次讲这个发债的这个部分 他说欧美国家今年发债上看2.1兆 这是彭博讲的 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估了吧 不急 因为光美国可能就2兆 那你怎么其他国家加起来是0.1兆 我觉得会比这个数字高 好没关系 我们就用彭博的数字 彭博数字说大家都发债 因为欠钱刚才友中也有讲 年增7% 我觉得这个还会再高 那我刚才就讲 为什么鲍尔他是为政治服务 不要说对拜登输成 他至少是解决美国政府的问题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这两兆的新债 我怎么卖 我怎么卖 那你不觉得他最近很好卖 因为他就讲一个鲍尔 就说要降息 不要说美国人 连台湾人都知道现在要买美债 买美债变成是首选 因为都觉得降息循环 你看股票可能不一定会赚 但是债券一定会赚 所以台湾老百姓都懂 所以大家就买美债 所以你看我鲍尔制造了这样子的预期心理 我解决了美债南卖的问题 所以鲍尔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目的性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第一个解决了美债南卖 第二个也真是解决了 因为现在的美国三十四兆已经发行的债务里面 利息支出是一个很大笔的钱 所以如果你联总会利率还居高不下的话 那势必来讲 财政部要付出的利息支出是很高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利息能够降 那未来这个财政部发国债的成本 比如说我从五个percent变成四个percent变成三个percent 我总债务的利息支出就小很多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点的考虑来讲 这个报仰还真的是需要 让大家预期心理是往下降的 那再来我们就说 讲完这两个以后最后讲 你要联准会连续降息 这是现在大家要的 要降六次 然后又要在六月份停止QT 我相信再过几个月 大家就要期待这个 货币宽松政策又要回来 因为这就是顺水推舟了 因为你乐观的预期 只能这样一直往后推 所以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联准会就会变成最强救火队 为什么会叫最强救火队 他救谁 其实他是救 除了救股市以外 最重要是救美国财政部 我刚才不是讲嘛 两兆 其实还是真的很难很难卖 虽然最近感觉上 大家买债率率高一点 但是只要中间又有一个波动 比如说因为你发债还是发了很多 你殖率又往上跳的时候 感觉上买债率不赚钱 可是我就是要那么多钱 不然美国政府会停摆 最后重启QE 联准会才可以去买这个债 所以这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有这么多的矛盾因素 但是联准会按照这样的time table 走的话 股市会怎么联动 股市呢 就只能怎么样 因为他如果做到这件事情 股市会大涨 所以呢 所以他不能随便做这件事情 至少不是在今天做这件事情 他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 股市就已经不知道标哪里去了 所以他一定要等到股市 这样以后 他再来做这样子 这样就完全符合正当性 所以这些矛盾的因素 现在都存在 但是如果联准会 未来要做这件事情 首要之务 美国股市会先这样 才有机会去做重启QE的动作 好 如果美国股市 接下来真要这样的话 台北股市会怎么联动 在刚刚明翰老师说到了一个 在接下来选后的行情 他说去年 不管是台北股市或美国股市 也要涨了好多的科技族群 接下来有机会轮到金融 如果美国股市涨这样 金融有机会补涨了吗 休息一下 钟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